傳說對決官方今天公佈了 蘿兒的次元突破的最新細節 當然我們也要送出一個 免費的蘿兒次元突破給大家 這一次的最大賣點呢 就是主寶會變身 以往的次元突破呢 納克羅斯或是錦以及特爾安納斯 職業都是學生 而這次次元突破呢 是寶劍士阿姨 是不是非常興奮呢各位 哈哈哈哈 好啦 其實也沒什麼好興奮的 這次最大賣點 除了主寶會變動之外呢 就是回程特效一定有 就是一個全特效的造型喔 蘿兒直接從寶劍士 不知道要次元突破到哪裡去喔 那這一次呢 為了慶祝頻道66萬訂閱呢 我們會在蘿兒次元突破上市的當天 會拍一支造型的體驗影片 那這支影片呢 我們會送給一位幸運的觀眾 只要是你有訂閱我的觀眾 我就會抽出一位送給你 蘿兒的次元突破 那假如這一側造型呢 只要5000點就能抽到 我們再加碼抽一位 大家說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